香港古樂節今年踏入20週年 為隆重歧視舉行年傳慶祝活動 這日的音樂會就是其中之一 陳淑嵐和一班中年好聲音的參賽者 曹敏寶、劉智慧、羅金榮、梁海婷、丁文俊、 陶家瑤等都有現身支持 香港小姐2023競選的一眾候選佳麗正接受訓練 不知蘭子這位師姐有沒有貼士可以跟師妹分享呢? 我覺得選美那時候 選美那時候要回想幾十年前 看看你記不記得 是幾年前 我覺得要聽老師的話 導師教你的東西 這樣就要聽 那時候我也沒有什麼壓力 因為那時候覺得一班女生一起很開心 都不知道應該要做什麼 不過我想是聽老師的話 因為我們那時候什麼都不懂 化妝又不懂 走路又走得不好 這樣就全靠老師教你應該怎樣做 所以好好聽 Yunice陳老師說 至中年好聲音賽後 一班戰友私底下時不時都有聚會 阿寶還自爆擔重任做聯絡人 除了這些活動之外 他們接下來都有不同的新創作 其實主要是接下來都有跟媽媽拍一個奇蹟小店 因為就是講回香港生存了很久 經過很多怎樣逆境下可以更堅持到的一些店 其實都對我來說覺得很好玩 我以前也有做過主持的經歷 所以就很開心可以向媽媽學習 還有也有些音樂會會參與 就唱回 整天都要積極自己練多些歌 希望可以給觀眾聽到阿寶的聲音 那也要恭喜你 因為知道你剛剛出了一首廣東話歌 我剛剛出了一首原創的廣東話歌 叫做Machelle 意思就是親愛的 現在就專心去做一些宣傳 然後再做另外一些新的歌 我打算這首推出完之後 我現在就快點可以有下一首給大家再聽 我明白是不是有寫歌 我剛剛前兩天就混合好了一首歌 應該希望可以盡快 看看八月可不可以出街 這首歌其實名字也有 跟聲音兩個字有關 在這裡賣個關子 一群追尋音樂的人 沒有因為比賽完結而停下來 好像大隻仔陶家瑤不時出入錄音室 不知道他又有甚麼新動向 博文早前有邀請我參加 參與了他一個 做到有少許音樂影片 形式那樣的 唱了兩首cover歌 其實我相信完了比賽 大家都在不影響原生的工作底下 我相信全部都會很不捨得 希望都會繼續做多些新的東西 每一次大家互相邀請 每個人都會說對 會否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剛剛發佈了一首新歌 我也有請他們過來支持一下 錄歌的過程會否可以分享多些 錄歌的過程很艱難 其實這首歌不是新做的 已經是做了大半年 疫情臨尾之前開始做了 也很艱難 還可以 都難唱的 不過都唱了 可以了 同場的羅琳 日前在社交平台 分享和兩個兒子的合照 非常幸福 Candy都說很珍惜 這個難得相聚的時刻 對 跟他們去完 我探望我媽媽在醫院 跟他們吃飯 其實平時真的少合照 尤其是兩個兒子一起 通常都是因為我大兒子現在要上班 小兒子上班 所以不能夠時間 這次可以兩個一起吃飯 一起陪著我去探望媽媽 我覺得真的很難得 而且都很感動 這張合照我都等了很久 會否說遲些放暑假 或者假期的時候 都多些跟兒子去旅行 或者外出一下 旅行就未必了 但會多些外出 多些跟他們吃飯 近年會約在舞台劇界的張文嘉 最近都跟男友忙緊身演出 不過他就自爆 兩人因此而發生了小磨擦 他有時會很猛爭 為何你做不到這些 為何你… 因為導演一定有導演的要求 通常演員就會很盡力去做 有時譬如你工作的環境 導演就會 你演員做不到 我想想怎樣幫你 但他又問我男朋友 他就會很猛爭 為何你做不到 你會無緣無故把自己 平時情侶發對方脾氣 那些脾氣就無緣無故拿出來 所以有時會這樣 但我們都知道 大家都是想現實好 然後可能隔一會兒 吃點東西 然後就沒事了 張會啦 就是出新歌 是嗎? 是呀是呀很開心 原來試隔了差不多 我對上一次那首歌 已經是19年的年頭 到現在差不多 三四年了 四年了 我都未出過一首新歌 今次很開心 因為我有一個很好的監製的朋友 他一直很多年都很想 不如你再出吧 所以今次都跟一個很好的監製朋友合作 然後有Cusson 我合作開的作曲的朋友 有了